繼續來看屏東一個八十多歲的阿嬤 一早早買一個房子裡面的電腿 到最少樓的身邊聽來拜拜 想不到說這個附近 在做工廠把電線收回去 結果這個電腿是卡在三樓到四樓的中 阿嬤就這樣 調理黑暗的電腿裡面 還要緊張 一個月經 家屬發現 趕緊洋車消防隊來救援 不過這個家屬是很不滿 說這個做工廠的保障 事前要來四天都沒有來訪問 她如果不及時掛回來 強行的效果不堪接送 你不要緊張 收電腿的人快收你 因為一個八十多歲的阿嬤 關於在裡面 關於超過一段時間 卡在三四樓的時候 不知道要做個救 怕阿嬤嚇到 變的人快把阿嬤安打 已經有看到那個受困在裡面的奶奶了 我們先跟她安撫 用很多開熱 總算給人救出來 找的人也放心 到現在想到 她還會怕 這個事故 發生在冰凍當港 阿嬤每天會知道 都會去他們家樓上的身邊 聽拜拜 她要坐電腿去的時候 常常沒電 她怕到一直打電腿 時間過一點鐘之後 才去到家的人發現 她剛才進來而已 你從車出來的就知道了 那一個留在裡面 這兩個人在這關的給我拖出來 那天電完音 今年是旁邊的家 在做地罪工廳 把電線刷斷 當下的時候 她那個斗子拉得太高 所以沒有去注意到 後續就是看他們那個 修理電腿的費用多少錢 然後我們會有 那個公司這邊去支付這樣 家在家修看待會兒之後 阿嬤順利洪救出來 讓媽平安布蘇 谢谢观看